首先我们要画上一个小的山坡 在这张纸的稍微偏中间一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在这个山坡上面画一些比较抽象的树的图形 注意要像这样稍微抽象一点 不需要太过于写实 然后把颜色涂满 然后在旁边再画一颗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蜡笔了 用蜡笔在它的周围再上一边色 这样会营造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把底下的山坡涂上黑色 你还可以在上面加一些小小的笔触 表现一种小草在夜晚中的感觉 这样更有山坡的这种意境 不会那么的死板 接下来我们用之前也有用到过的接色的手法 来涂这个星空的背景颜色 首先我们上面用一只比较深的蓝色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蓝色的下面 我们用一种紫红色接上这个颜色 用完这个紫红色之后 我们再涂上一种比较浅的蓝色 这一次可以大面积的去涂这个蓝色 然后再用比较浅的 然后再用比较浅一个色度的 然后也可以往上接一点 但是要注意不要涂到黑色的这个边 因为这样容易让画面显得比较脏 然后我们用这种蓝绿色再接下来 最后还要接上黄色 最后在这个下面 我们接上一点橘红色的颜色 然后我们把它涂满 由于我们用的是蓝笔 然后在蓝笔上面不太好覆盖颜色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上一点点水彩 然后在这个上面画上这样的小十字形 这个就是我们小星星的样子 可以多点一点 当然如果你身边有不用的肺牙刷 你也可以沾上白色的颜料 然后用肺牙刷刷到这个上面 这样会更自然一点 这样一副星空就完成了 就这样做了 这个孙星空就完成了 就不是帅气和标筹 就像浑腿的一样 再一遍 就把红色的颜色 就发现了 就像浑腿的一样 这样一样 就像浑腿的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